我是张千里 这些年我和左手走过了很多地方 一同吃苦,一同欢笑 共经历风雨,也分享着喜悦 十年的婚姻不仅让我们心越贴越近 也让我们成为了父亲和母亲 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 每次出门都是左手忙碌地做行钱计划 查找攻略,收拾行装 我总说有备无患 总是带很多套衣服 她会抱怨,也有牢骚 可下次再打包行李 她还是会把我提到的东西塞进行李箱 一件不辣 她总是认真听我讲话 总把我的每句话都当真 总被我别脚的笑话逗得大笑 也总是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 十年的婚姻 我们既把很多时间花在路上 也像普通夫妻一样采米油盐 她总是把一切都打理得津津有条 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男人 幸运地早早遇到了彼此 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认识这个世界 我不会甜言蜜语 我怕把爱说出来 它会消失在空气中 放在心里 才会永远新鲜 大家好 我是左手的老公千里 这次来到澳门 给我感受最深的是 当我们走在那些小巷子里面 因为来澳门之前 我们对澳门的印象 可能是那些特别金碧辉煌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当我们来到这里 真正走到那些街道上的时候 给我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那些传统文化 其实在这里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传承 平静、安宁 有很多可能我们在别的城市 已经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地方 携手经历的那些青涩时光 是我们最美好的家园 一起走过的路 绘制成了我们爱情的地图 分开旅行 用相机记录每一张生动的面孔 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截取眼前的这些古老建筑 流连于富有异国风景的街道 摄影就是这样 它被倾注某一瞬间的感动 进而演化出细水长流的记忆 留给我们去回想 去珍藏 每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都好像在讲述着数百年的故事 我给不了你故事书中的森林 也给不了童话中的城堡 但我可以带你去看 用我们的双脚走过每一个地方 看尽这世界的景色 给你公主一般的心情 参加爱走十年游奖问题游戏 迎娶来回澳门机票 请立即关注澳门旅游局微信账号 了解活动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